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 奈米尺度虽然不是我们肉眼所可以分辨 奈米材料却具有一般快材或大尺寸材料所没有的特性 例如光学性质 本实验的目的是希望借由简单的奈米金实验 告诉大家奈米材料的制备方法跟光学特性 希望引起大家对奈米科技的兴趣 未来投入奈米的研究 实验装置设施的介绍 这次的实验器材有超一波震荡器 纯水 丙铜 CTAB界面活性剂 小样本屏绝缘胶布 以及晶电极与白晶电极 实验前处理 一开始我们先用超细的砂纸 把白晶电极以及黄晶电极磨干净 磨干净后 再将铁芙笼胶带 仔细地缠绕于金属电极上 这样可以隔绝同导线与电解液中 造成同导线的电解情形 嗯 都仔细包裹完成了 现在我们就将包裹好的白晶电极 以及黄晶电极固定在塑胶片上 然后在小样瓶的瓶盖上面穿两个洞 这样就可以将刚刚固定好的白晶电极 以及黄金电极穿进孔里 接下来我们量3.64克的CTAB界面活性剂 量好后 我们将这CTAB界面活性剂 倒入烧瓶内 再量100毫升的水 然后也倒入烧瓶内 然后也倒入烧瓶内 从小时可以帮我上海 然后新化接下来 后来 Hause 走让它就像前一样 我会端着 准备 这样 好 然后